嗨 大家好 我是宣宅 我們今天不是要來看食物的極限 今天要來看的是 我個人覺得應該會滿療癒的一個主題 傷口的極限 我們要來看一個 新鮮的傷口到復原的過程 可怕吧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 觀賞傷口癒合的過程吧 謝謝大家點進來我的影片 在影片開始前 你可以先訂閱我的頻道 跟追蹤我的instagram 不過最新的消息都會發布在上面 一樣 我們一開始先暖身 先看血液放在空氣中的極限 一個十元硬幣大小的血液 七個小時 有一點黑點出現 應該是氧化吧 哇 它開始有點像焦掉的感覺 一瞬間就 感覺脆脆的喔 放了六天的血液 哇 它把它敲碎 所以說我們吃到的豬血都是放這麼多天變成的吧 這樣子豬血我不太敢吃了 感覺就是這樣放到變黑的 所以豬血都黑黑的 接下來第二段我們要來看 眼球的微血管 復原的過程 哇 眼睛有點受傷 血越來越滿延出去喔 欸 怎麼血變多啊 哇 它整個有點像殭屍的眼睛 有一點恐怖 大家還是要保重不要眼睛受傷 欸 眼白好像有一點回來了 在恢復的感覺 好神奇喔 哇 有血塊 已經恢復的差不多了喔 差不多復原了 OK 完好的眼睛回來了 那它的眼睛總共花了16天恢復成一顆完好的眼睛 好 我們接下來來看最後一段 重量級的 接下來的畫面會有一點點學心 如果害怕的人自己斟酌的觀看 嗨 我是零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見你嗎 連結在這裡 歡迎來投稿 投稿 在1月1號的時候 我削下了一片我的右手指 然後這是我人生中最痛的事情 好 我們來看它這個紀錄 哇 它有照相 哇 這是它的皮 它有照相 它把它的皮照下來 然後流了蠻多的血 哇 哇 真的這個受傷的面積很大 其實我以前也削掉過自己的手指 我的左手手指是比較少的 這邊 我的左手手指這邊是比較少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我之前也是美工刀在用的時候 就這樣削掉 連指甲都削掉了 然後就有封了好幾針 所以這種傷口我也是也有過 但當時我有去醫院 我覺得它這個 我也不知道它這個是不是需要縫 它就是這樣擺著讓它好 然後手指的傷口真的是蠻痛的 因為手指的神經 末梢神經很多 它是會抽痛的那種 哇 它那個周遭 哇 它真的 哇 真的一大塊都跑掉了 第三天 哇 哇哇哇哇 哇塞 這個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它不知道怎麼弄的 但是它的復原力算蠻好的 第六天已經 有一點肉長回來的感覺了 第九天 第十一天已經漸漸復原了 恭喜恭喜恭喜 第十二天 已經沒有血肉的部分了 肉開始長回來 十七天 新的皮膚 新的表皮長回來了 三十六天 差不多快兩個月 四十九天 已經完全恢復了喔 有一點小小的疤痕 哇哇哇哇哇 最後這個 不是吧這樣閃現 哈哈哈哈 它紀錄了半年的過程 那大概一個月的話 它的手指就完全恢復了 也蠻療癒的 看這個傷口漸漸恢復的過程 那大家不知道還OK嗎 有沒有暈 或是想吐的感覺 希望是沒有 好那我們看完了 今天的傷口的極限 我們看了新鮮的傷口 到復原的歷程 看那個皮膚慢慢長回來 或是眼睛慢慢痊癒的過程 我覺得人體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但是大家還是要注意安全 不要受傷比較好 因為真的有時候很痛 然後我自己手指頭也是受過 像那樣子大面積的整個消掉的傷口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看傷口是怎麼癒合的 我覺得傷口癒合的過程很神奇也很療癒 那我是萱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